你去進入聆訊之前就已經不准保釋地拋在這個拘留所 其實這個你一想像的,就等於在內地的行政拘留 這個做法究竟是否符合這個程序公義呢 胡志偉的整番說話全部都是超錯的廢話 簡單來說就是他不滿意黎智英無法保釋 他就幫他製造藉口亂講,甚至乎老屈我們的司法機構 無論一個人干犯什麼嚴重罪行或法律,是否國安法都好 其實法庭是否要讓他去保釋都是要考慮是否嚴重罪行 會不會有潛逃的風險,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你說現在一個這麼嚴重的,如果是牽涉一個相當嚴重的罪行 而法庭是信納應該要不再將他保釋,應該他是要還押的了這樣 那就依法辦事了,怎能夠說因為不讓他保釋 就強行老屈說司法機構濫用程序啊 或者說又抹黑我們司法機構屈人啊這樣呢 我覺得最重要都是他的重點就是想幫黎智英提供司法保護傘 他不同意黎智英無法保釋 所以就強行偏造一個藉口去老屈抹黑我們司法機構 好